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前几天发布了 我们来看看巴老爷子今年都说了什么 每年的致股东信都会有人吐槽说 巴菲特讲的东西没有太多心意都是老生常谈 很多投资的原则巴菲特确实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其实不仅仅是巴菲特像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 写了十几本书但里面的投资原则 也无非是指数化分散耐心低成本等 这些原则究竟有用吗 可以肯定的说是非常有用的 虽然道理讲了很多遍 但真能遵循这些原则的人并不多 巴菲特已经年过90致股东信 大家也且看且珍惜吧 今天我为大家盘点下 今年的股东信都讲了哪些重点 第一伯克希尔旗下的两类股票资产 一类是非上市公司通常购买下公司100%的股权 这些公司的股权100%归属伯克希尔 第二类是从公开市场买入股票 是持有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权 这种就相当于普通投资者投资股票基金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投资指数基金和公募基金主要是第二类 因为第一类股权投资 门槛比较高 涉及的金额都比较大 不是一般投资者可以参与的 第二关于有效市场理论之争 巴菲特始终认为 股票有效市场只存在于教科书中 这句话是巴菲特和当年学院派恩怨情仇的延续 有效市场是金融学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时间回到1965年 当时麻省理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 萨摩尔森教授 写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里萨摩尔森证实了一个观点 股票过去的表现对未来是没有影响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随机游走理论 论文发表之后同样在1965年 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油金发马 进一步推导了这个理论提出 市场是有效的 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 这使得股票在任何时候都是充分定价的 这就是有效市场理论 但是现实世界中 就是存在一个活生生的长期战胜市场的例子 那就是巴菲特 他的收益超过市场很多 而且很长时间都超过了市场收益 于是巴菲特接受到来自学院派的质疑 麻省理工学院的萨摩尔森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芝加哥大学的法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CAP模型的发明者 罗切斯特大学的詹森詹森指数发明者 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夏普比率发明者 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基尔漫步华尔街的作者 组成了黄金搭档开始围攻巴菲特 这几位金融学大师赫赫有名 几乎每个金融学专业的学生都听过他们的名字 其中马尔基尔的攻击最犀利 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 表示对巴菲特的不屑 他认为巴菲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幸运的猴子 意思就是巴菲特获得超额收益 其实主要是运气 几亿的投资者总有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巴菲特酝酿了一次大反击 打了学院派的脸 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庆祝格雷厄姆 证券分析这本书诞生50周年 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 巴菲特作为格雷厄姆的高徒 必然是会议的核心 而出席会议的另一方 就是来自其他大学的金融学家 在这个会议上 这些金融学家公开批评格雷厄姆的思想 认为是过时的 市场有效才是金融学的核心 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小部分人 会因为运气原因获得成功 巴菲特有力地反击了这一点 他拿出了九个基金经理人的历史业绩 这九个人是查理芒格 施洛斯比尔鲁安等格雷厄姆的学生和员工 以及巴菲特本人 他们都是格雷厄姆理论的追随者 巴菲特认为他们之所以获得投资成功 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和格雷厄姆理念的正确 而不是所谓的运气 这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 有效市场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的意思 跟当年的学院派之争有关 当然市场有效理论还是有道理的 市场大多数时间还是有效的 只不过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效 这也是获得超额收益的来源 第三一定要注重公司长期盈利 股东应重视股票分红和公司长期利润 这也是巴菲特几乎每年都会提及的 这句话对应了格雷厄姆所说的称重机理论 市场短期是一台投票机 长期是一台称重机 短期里市场涨跌无法预测 但是时间拉长后 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越来越高 最后股价也会跟着业绩长期上涨 投资者应该弱化短期涨跌 重点看长期的公司盈利增长 第四根据估值的股债配置 伯克希尔将始终持有大量现金和国债 保持现金流健康 这种投资理念同样来自于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有一个招派的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估值调整股票债权资产的比例 如果股票市场估值低会增加股票资产比例 反之如果在牛市债权资产比例会提高 巴菲特结合这个思路也做了改进 巴菲特并不是管理固定的资金 每年他旗下的公司会赚到新的钱 相当于同时有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 如果市场比较贵 新增的资金会放在现金和债券类资产 如果市场下跌出现了买入好机会 会抄底买入看好的股票 最后我们来回顾下巴菲特 和芒格历久弥新的投资真言 如果我知道我会在哪里死去 那我永远不会去那里 投资没有100%的把握 因此使用杠杆是危险的 一串美妙的数字乘以零 永远等于零 如果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者 你必须不断学习 找一个非常聪明的高级合伙人 最好比你年长点 并认真听取他的意见 从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算起 价值投资诞生了几十年 但一直到今天的市场 也不算普及 原因在于任何一种策略 都不是一直有效的 当策略短期失效低迷的时候 投资者就容易放弃 容易去追寻短期的热点 国内也有一些走价值投资策略 长期收益也不错的基金 但即便是这样的基金 能坚持持有五年以上的投资者 比例也只有0.4%上下 明白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或许是巴菲特约翰伯格等投资大师 反复讲投资原理的原因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